加州頻線自然災害 AI或能幫助挽救生命 兩名華裔美軍設共諜保釋被拒 一人受母親鼓勵泄滅 UC錄取本地生人數創新高 拉丁裔增幅最大 40年來首次大罷工 洛杉磯市府超過1萬名員工要求加薪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在無數自然災害面前 人類幾乎毫無還手之力 但為了減輕更多生命財產傷害 Meta為加州緊急服務辦公室 和洛杉磯等9個縣的政府官員培訓 了解如何以AI數據分析防止災難 週三 Facebook母公司Meta與非盈利救援機構 加州各級政府召開了一場研討會 幫助政府使用人工智能來減輕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 加州最常見的自然災害是野火 通過AI 他們可以向政府和非盈利機構 提供臉書用戶的位置等數據 協助救援行動 同時AI大數據也可以提供災民的身體狀況 讓醫療機構做好準備 對要尊重病病生 會有更多病毒 肢病人會有更多病毒 肢病人會有可能性 我們需要尊重病人 我們需要尊重病人 在那些地方 和那些地方 或者醫療機構 和醫療機構 我們能獲得 這些資料 應有所謂的 印象 包括公民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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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還可以向政府和救援機構提供災區實施的損毀狀況等資訊 以重建社區恢復經濟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佳音 朱立安 洛杉磯採訪報導 週二 兩名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海軍士兵分別在加州出庭 在拘留聽證會上 他們雙雙被拒保釋 兩人均不認罪 週二 趙文恆在洛杉磯舉行的拘留聽證會上被拒絕保釋 法官表示他有潛逃風險 並對社區構成危險 命令繼續拘留他 據起訴書稱 趙文恆自2021年8月至今年5月 他傳遞了照片和視頻 沖繩雷達系統的藍圖 以及美國大規模軍事演習的計劃給中共情報官員 從中共情報官員那裡收到了約1萬5千美元 如果與中共情報官員共謀 並收受賄賂罪名成立 他將面臨最高20年監禁 同一天 魏金超在聖地亞哥的法庭上也被拒絕保釋 法官同樣裁定他有潛逃風險 並對社區構成危險 美國助理檢察官弗雷德·謝波德表示 魏金超的母親知道魏的行為 還積極支持他 繼續幫助中共的情報官員 意圖日後謀取在中共政府的工作 中共情報官員告訴魏金超 中共願意讓他母子倆 飛往中國與他們會面 起訴書稱 魏金超提供了多達50份手冊 其中包含有關海軍艦艇的技術和機械數據 以及海軍陸戰隊在有關演習中的人數和訓練的詳細信息 謝波德指出 魏金超在過去一年裡從間諜行動中賺取了1萬到1.5萬美元 如果他的間諜罪名成立 可能面臨終身監禁 美國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總檢察長馬修·奧爾森表示 這些指控表明中共政府決心以任何方式 獲取對我們國防至關重要的信息 以便為自己謀取利益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上鏡 紐約報導 新學年即將開始 今年秋季 加州大學錄取的本地新生 達到約9萬人 創歷史新高 其中 拉丁裔學生的數量漲幅最大 拉康報導 今年秋季 加州大學錄取的加州本地新生人數創下歷史記錄 比去年增加3.5% 達到8.8萬人 其中 拉丁裔新生的漲幅最大 佔新生總人數的38% 亞裔緊隨其後 佔34% 而白人和黑人各佔19%和8% 此外 加州大學也招收了更多社區大學的轉校生 在各分校中 聖克魯斯分校錄取新生人數增幅最大 約1萬多人 比去年增加了44% 此前 州長紐森和州立法者曾表示 希望加州大學的9所本科分校能招收更多加州居民 因此 今年州預算撥給加州大學基礎資金的款項增加了5% 不過 錄取人數增加是否意味著實際入學人數增多 只能等到9月開學後才可得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週二 洛杉磯市市府員工發起40多年來首場勞工不平等的罷工行動 超過1萬人向市府高層呼籲調整薪資來了解 1.1萬名洛杉磯市府員工於週二 在洛杉磯市政廳和洛杉磯國際機場外 啟動了為時24小時的罷工行動 我們工作的費用不足夠好 然後 生活保護者特別是我們非常頑皮操作 而且 費用不再競爭 生活保護者我們想要獲得4-8$的提升 我來帶我來的時候 市民從商業桌上走離開 我們在問我們一份提升的提升 甚至不太可憐 他們就停止和談話 並不再跟我們還沒交換 主導此次罷工抗議的工會 SEIU Local 721 由环境清洁人员、交通警察和重型机械工人等劳工组成 在罢工前几天 市长巴斯曾在8月5日的一份声明中说 市府员工对于数百万市民和城市经济至关重要 他们有权获得公平的合同 指今年1月以来我们一直在与工会谈判 市府将保持每周7天24小时的运转以取得进展 许多罢工参与者指出 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是他们争取加薪的主要原因 洛杉矶市议会表示 市府谈判小组正在与工会商讨 而双方至今已经达成76项临时协议 议长克雷克里安也表示 在顾及员工的同时 谈判也会考量预算限制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周二的罢工行动短暂中止了垃圾收集工作 洛杉矶国际机场和市中心也出现交通大面积中断 不过在周三 市府员工们仍然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照常工作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克里斯汀娜 朱利安 洛杉矶采访报道 周一开始 数千移民聚集在墨西哥美墨边境 想要进入美国 他们从社交媒体看到消息 说美国将允许移民入境 美国边境管理人员表示 希望移民不要听信传言 必须合法入境 这一晚些时候 数百名移民聚集在美墨边境的墨西哥城市 华类斯城 此前 他们听信社交媒体和口口相传的虚假消息 以为美国会允许他们入境 还有约1000人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埃尔帕索市对面的边境 一些人偷过蓝山掌网 另一些人则坐在通往美国的铁道旁 有移民表示通过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应用程序 申请庇护 等待时间太久 美国边境执法人员表示 美国的移民政策没有改变 非法进入美国的个人和家庭会被驱逐或遣返 并且可能五年内不得再次入境 边境保护人员希望移民关注美国官方消息 避免徒劳无功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 人工智能发展迅猛 最新的调查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 无论党派都对此感到不安 他们除了质疑科技公司 针对AI的监管制度 也担忧AI对人类的威胁 近期 有人工智能政策研究所 委托YouGov公司 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大部分美国人 对于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感到担忧 一千多名受访者中 有76%的人认为 人工智能最终可能会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 而有72%的人更希望放慢AI的发展速度 调查还显示 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信任科技公司的自我监管 56%的人支持联邦机构管控 有14%持反对意见 还有30%表示不确定 对此 AIPI执行董事科尔森认为 数据表明 美国人对于下一阶段的AI发展 仍保持谨慎态度 目前国会立法者还在制定监管AI的策略 但民间已有声音质疑 国会并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来执行法规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下面来看今天的财经快报 以提供办公共享空间而闻名的WeWork公司周二表示 由于财务亏损和现金不足等因素 该公司明年能否维持经营存在重大疑问 为此 公司管理层以出台一系列扭亏为盈的措施 以化解财务危机 包括通过租赁条款谈判 降低租金成本 满留会员以增加收入 以及发行债务 货股权证券筹集资金等 苹果公司下月将对iPhone的操作系统进行一系列更新 其中包括将目前位于中下方的红色结束通话按钮 调整到屏幕的右下方 与其他功能相邻 此外 iPhone还将新增实时语音邮件功能 这项功能可将用户收到的语音留言 实时转为文字信息 另有namejob功能 可以让放在一起的两部iPhone手机共享联系人信息 美国彩票超级百万诞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投奖 中二晚的开奖中 佛罗里达的一家超市出售的超级百万彩票 命中了全部6个号码 由此 中奖者将获得15.8亿美元的巨额奖金 超过2018年15.37亿美元大奖的记录 中奖者可以分30年领取全额奖金 也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扩税后的7.83亿美元现金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 受到美国信用评级下调的冲击 再度飙升 它对房地产市场和借贷人有什么影响呢 一起来看报道 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惠玉 上周将美国信用评级 由最高的AAA调降至AA加 美国贷款利率应声飙升 给美国的房屋市场带来新一轮的打击 根据金融服务公司BankRaid的数据 美国当前30年期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7.32% 与此同时 随着美国信用被降级 抵押贷款巨头 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评级也略有下降 这些都使得美国消费者更难找到 他们能买得起的房子 虽然较高的购房成本 使得一些潜在的购房者望而却步 但是由于房屋短缺问题 美国的购房需求依然居高不下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谴责汇域评级的举动 认为美国通膨正在降低 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则表示 债务问题虽然并不是美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但从长远看来 势必会影响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周琪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的灾情 8月9日 洪风过境天津 当地洪水严重 另外 中国东北和河北的水位持续回落 灾民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 怒斥中共当局 8月9日前后 洪风过境天津 但当局也密封锁民间消息 洪水的具体情况沉迷 但根据官方数据 大清河的水位持续攀升 9号下午4点已达到6米 与河堤另一侧的东电 蓄置洪区内的积水一样高 这意味着蓄置洪区内 近百万人的家园 已完全淹没在6米深的洪水中 一段民间传出的画面显示 位于永定河范区的黄花殿镇 7号下午水流仍然湍急 远在东北的黑龙江河吉林梁省 9号水位逐渐下落 但灾情仍不乐观 已经返乡的村民 在清理淤泥的同时 却发现前来摆拍的中共领导 河北的大部分灾民也已经返乡 目睹的却是一生的辛苦奋斗 被中共的泄洪人祸彻底摧毁 在卓州 有2000多居民的炼池村 8号传出消息 村民在6号凌晨发现 城市执法部门带领30多辆渣土车 向村头倾泻 从城区收集的被淹死的猫狗尸体 以及各种垃圾 9号 受灾严重的村民 继续在高碑店政府门前掏说法 遭到特警暴力殴打 有网民总结 河北这次为保北京而戏红 数以十万级民众受困洪水 中共官员不但不作为 反而处处为难民间救援队阻止救援 多达70多支民间救援队被政府逼走 以防惨烈的受灾真相被传播出去 8月9号 网友提供了河北官员乘坐军用直升机 查看洪水灾情作秀 却意外坠毁的更多消息 指出坠机地点位于河北来水 由于雾气太大 军机撞到高压电线后坠毁 机上16人全部死亡 其中包括13名军官和3名地方官员 包括保丁市交通局理性副局长 应急管理局局长 此外还有一名保丁电视台的理性喉舌记者 这名网友的爆料 与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此前收到的中共军方消息 内容基本相符 爆料的网友还表示 现在这个消息全网封锁 太丢人了 北京市政府9号通报 这次洪水 北京市共有33人死亡 18人失踪 31万居民受灾 但这一数据的真实性 遭到外界强烈质疑 上周 门头勾紧一支民间救援队 就发现了200多具遇难者遗体 新唐电视台记者仁浩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的轻松一刻 英国惠普斯奈德动物园迎来小熊猫双胞胎 小家伙6月25号出生 出生时体重只有113克 在妈妈卢比和爸爸尼洛的看护下 双胞胎正在快乐成长 瞧瞧它们睡觉时偶尔打哆嗦的模样 真是可爱极了 小熊猫出生一个月内 就算睁开眼 也什么都看不见 全凭爸妈照顾 现在它们全身灰黑 长大些才能换上靓丽的球皮大衣 兽医说要等它们八周大时才能体检 到时候就知道它们的性别了 目前野外的小熊猫只有不到1万只 属于濒临灭绝物种 全球野外只剩不足2000只的细纹斑马 天丁了 惠普斯奈德动物园给这只大耳朵宝宝 取名奇纳比 埃塞俄比亚于水滴的意思 身为世界上最宾威的斑马 奇纳比是雄性 这让动物保育组织非常兴奋 因为有了未来的种马 细纹斑马种群一定会壮大 现在的奇纳比非常黏妈妈 要知道它可是在妈妈肚子里 生长了整整13个月才出生的 母子情深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 8月8号是世界猫咪日 您是不是也撸一会儿猫呢 天生带有神秘感 超级爱干净的猫咪 拥有独立的个性 也不失可爱的品行 繁忙的生活闲暇 撸几把猫可以减轻人们的压力 所以从古埃及到今天 人类历史上 一直都有猫咪为人解忧排闷的记载 更有猫咪为主人看守粮仓 抓捕老鼠的卓越战功 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 美国有44%的人养过猫 大约1%的美国人 说猫咪是他们最爱的宠物 您觉得呢 刑唐人电视台记者人浩综合报导 感谢您收看 今日加州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